女性米可白是演艺圈当中爱狗人士领养了两只米克斯犬 跟丈夫还在新竹盖狗社成立一个狗狗中途之家 但竟然有不孝分子假借她的名义在外面募款 艺人米可白跟一群米克斯犬玩得超级开心 她是演艺圈的爱狗人士 也和老公掏腰包成立狗狗中途之家 没想到却被诈骗集团盯上 弄哥的老婆海君姐她朋友就是接到一通电话说 自称为米可白助理要募款给流浪狗 可是重点是我们的狗社就是飞宝找一个家 从头到尾就是经营了大概二到三年 我们从来都没有募款跟募资 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经费 所以听到这件事情真的还满生气的 米可白自己都没有想到 亲手设立的狗狗中途之家 竟然也能跟诈骗集团连在一起 就怕有更多人受骗上当 米可白立刻在脸书po文 要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以后要做这些捐款的方式 他会有疑虑然后就不愿意伸出援手 我们家狗都超有爱的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影片可以帮我分享 这样可恶的行为 米可白已经决定要报警处理 就是不希望有不法人士 利用别人的爱狗之心来诈骗不法钱财 TVB的新闻周围峰林指挥台北报导